汽車一路鳴笛正在追捕一台白色轎车 眼见对方不停还横冲直撞 紧急喊话需要支援 停车 到入口之后呢 警力是超前拦截 好不容易趁着对方要回转的时候呢 准备要将他拦住 没想到这台轎车又与警车发生了擦撞 优势警力当下立即将车内的两男一女压出来 一查身份结果发现三人当中有两个人是通气犯 当场上铐 这一起警匪追捕的案件 是发生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在台中杀戮的镇南路上 当时警方正在巡逻 这一台小客车呢 他的驾驶人是边开车边玩手机 结果行车不稳 当下呢 警方是立即的鸣笛 要将对方难停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男驾驶竟然是一路踩油门狂窜 而且当下呢 路上还有其他的车辆 他完全无视大家的安危 是直接在车阵当中狂钻车缝 不过在蓝铁的过程中 这个嫌犯又撞到了警车 后来呢 发现说这两个男子呢 是窃盗通气犯 而且车内还藏着安堵跟K盘 那么最后征讯之后呢 是依照窃盗通气毒品 还有妨害公务罪 将这两名通气犯 移送法办 我们下车的击撤好快就做了 我们下车的击撤好快就做了